好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汤·克鲁斯 被誉为阿汤哥 与其前妻凯蒂和姆斯 Katy Holmes的女儿舒丽 Siri 即将在4月18日迎来她的18岁生日 自2016年阿汤哥与凯蒂离婚后 她每月慷慨支付高达40万美元 约合1200万台币的生活费给这对母女 然而 这一丰厚的待遇 或许会在舒丽成年后画上句号 据InTouch杂志报道 根据阿汤哥的离婚协议 自2016年以来 她已支付约17亿台币的生活费 给凯蒂和舒丽 令人惊讶的是 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经济支持 阿汤哥却有长达12年的时间 未曾与女儿舒丽见面 除了每月的固定生活费 阿汤哥还负担着舒丽的医疗 牙科 保险 教育以及大学学费等额外支出 与此同时 阿汤哥与凯蒂的离婚保密协议 也即将到期 届时 凯蒂若有意撰写回忆录 分享两人往事 将有望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然而 许多人认为 凯蒂可能不愿让私生活 成为公众焦点 打扰到孩子的生活 如果真的面临经济压力 身为演员的凯蒂 可能会选择重返影坛 岁月如梭 61岁的阿汤哥也难逃衰老的迹象 皱纹逐渐显现 皮肤不再紧致如初 偶尔观察 他甚至给人一种名家大叔的亲切感 有人感叹 虽然与皮特锦相差一岁 但如今的阿汤哥在帅气方面似乎略逊一筹 然而 尽管年纪已高 阿汤哥依然保持着拼命三郎的精神 《别中蝶》系列电影 不仅见证了他的演技巅峰 更展示了他的冒险精神 无论是徒手攀岩 还是潜水憋气六分钟 尤其是那段攀爬迪拜高楼的惊险场面 都让人为之捏了一把冷汗 去年上映的《别中蝶》期中 他的表现依旧惊艳 为了拍摄一个镜头 他骑着越野摩托车练习了上万次 成功背后的付出与努力 可见一般 从汤姆 克鲁斯到众人熟知的阿汤哥 他的演艺生涯无疑是辉煌的 然而 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角色 他却饱受争议 或许在追求事业的同时 如何平衡家庭关系 也是他需要深思的问题 阿汤哥 一个在19岁便踏入演艺圈的信源 24岁便与壮志凌云 在星光大道上熠熠生辉 与同行相比 他的星途显得尤为顺利 1986年 正值青春年华的阿汤哥 与罗杰斯相识相恋 尽管阿汤哥的知名度远超迷有 但爱情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 两人甜蜜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阿汤哥更是带着罗杰斯 参与各种节目和影视剧的拍摄 然而 尽管阿汤哥竭尽全力 罗杰斯的演艺事业 却并未因此红火起来 1989年底 导演托尼 筹拍《雷霆壮志》 阿汤哥作为男主角地位稳固 当他选定妮可 基德曼为女主角时 同事们也纷纷表示赞同 临减20多岁的妮可 美丽动人 与阿汤哥朝夕相处中 两人见生情愫 于是 阿汤哥果断与罗杰斯离婚 迎娶妮可 在阿汤哥的权力支持下 来自澳大利亚的妮可 很快在好莱坞展露头角 多年后 他仍感激地表示 曾经对阿汤哥保护得很好 只需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婚后 两人感情深厚 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然而 或许是工作繁忙 妮可未能保住这个宝宝 更令他遗憾的是 未来的生育之路充满未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妮可接受了阿汤哥的提议 两人从教会收养了两个孩子 女儿依莎贝拉和儿子康纳 然而 这看似幸福的四口之家 并未过上如人们所愿的温馨生活 妮可感到疲惫不堪 一方面是因为他与阿汤哥的信仰不同 导致两人经常产生矛盾 另一方面 两个孩子并未真正接纳妮可 他时常感受到与孩子们之间的纷争和隔阂 在种种讨厌下 这段曾经美好的感情 终究未能经受住时间的魔力 2001年 阿汤哥与妮可结束了这段婚姻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 妮可似乎释然了 但对地理 他却伤心了很久 甚至在获得小惊人的那一刻 他还曾自问 我应该高兴了 离开酒店后 我还能去哪里 这段婚姻的结束 给妮可带来了深深的伤痛 还需要重新 审视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妮可在遇到同样来自 澳大利亚的歌手凯斯 恶本后 终于找到了心灵的慰藉 两人共同孕育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孩子们天真无邪 总是说妈妈与电影中的形象 截然不同 因为在丈夫和孩子们的身边 妮可展现出了最真实的自己 阿汤哥的第三次婚姻 是与比自己小16岁的凯蒂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结婚时 女儿苏瑞已经半岁多了 然而 婚礼上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小插曲 原来 教会希望培养苏瑞的勇敢品质 竟将半岁大的宝宝 独自留在了一个房间里 凯蒂心疼不已 而阿汤哥却认为这很正常 最后 在凯蒂朋友们的坚持下 哭得梨花带雨的苏瑞 才被爆了出来 尽管发生了这个小插曲 但一家三口的生活依然幸福美满 凯蒂温柔体贴 成为了阿汤哥的得力助手 每次出席活动 他们总是笑容满面 彼此相依 而苏瑞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 被父母宠爱得如同小公主一般 每年过生日 她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礼物 她身上的衣物 首饰 都是阿汤哥特意为女儿定制的 就像贝克汉姆 喜欢抱着女儿出门一样 苏瑞也似乎长在了父亲的怀里 每当遇到粉丝 阿汤哥总是第一时间保护好女儿 当苏瑞不开心时 她会带她去游乐场玩耍 或者开着飞机陪她散心 苏瑞的生活过得如同真正的公主一般 无忧无虑 然而 这样的美好时光却过于短暂 2012年 阿汤哥与凯蒂结束了这段婚姻 虽然离婚在明星夫妻中屡见不鲜 但阿汤哥的行为却让人费解 据说 她仅仅思考了几分钟就答应了离婚 而凯蒂得到的分手费并不多 苏瑞每年却能拿到近40万的抚养费 尽管阿汤哥的生活忙碌 拍摄影视剧 参加各种时尚和领奖活动 但她却有时间陪着养子看球赛 却从未去看望过女儿苏瑞 这让人不禁对她的行为感到疑惑和失望 阿汤哥与女儿苏瑞已经十多年未曾相见 她内心真实的想法无人得知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 凯蒂将苏瑞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关心女儿的学习 甚至已经开始为她的大学做打算 苏瑞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如同普通孩子一般 没有受到新二代的特殊待遇 她从未提及过关于父亲的话题 过得既平淡又幸福 人们不禁猜测 未来的阿汤哥是否会改变主意 决定去看望她的女儿呢 婚姻的幸福与否 似乎与颜值并无太大关系 她更多的作用于爱情 这也正是为什么会有红年薄命 这一说法的原因 妮可 基德曼 她曾经风光无限 美貌无双 在1992年的一次聚会上 她身穿白色吊带小礼服 一头羊毛卷发 站在身穿鹅黄色露背礼服的戴安娜王妃面前 两人的美丽难分伯仲 然而 无论是戴安娜王妃 还是名气远超妮可的阿汤哥 都未能在妮可身边 跑到任何好处 妮可的肌肤胜血 这让她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然而 这样的美貌又如何呢 在与阿汤哥长达11年的婚姻中 她似乎什么也没带走 只留下了一段如同黑洞一般的痛苦回忆 现实往往是残酷的 看似狼才女貌的婚姻 从一开始就被悲剧所定义 他们似乎无法摆脱这条注定的道路 因此 妮可只能听从汤姆的建议 他们领养了两个来自阿汤哥教会的孩子 然而 这两个孩子有自己的亲生父母 他们完全将妮可视为外人 妮可的痛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因为阿汤哥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 自从加入那个所谓的科学教会之后 阿汤哥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个体 她与教会成员共存才是她的根本 2001年 妮可与汤姆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却意外地来临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 妮可的怀孕可能会改变离婚的现实 但阿汤哥却表现得决绝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最终 妮可选择了打掉孩子并离婚 虽然她在大街上高兴地跳起来 声称自己终于可以穿高跟鞋了 但谁也不会看到 一个人的妮可却是在流泪的 她为了那个男人和那个孩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这不仅仅是关于穿不穿高跟鞋的纠结 23岁时 妮可嫁给了一个男人 然后为别人养大了两个孩子 却将自己的孩子留掉 最后独自面对全然的孤独 幸运的是 这样的矛盾和痛苦终于结束了 妮可遇到了凯斯 恶本 一位乡村歌手 一个将她的爱放在首位的男人 他们的相遇 让妮可重新找回了幸福和希望 尽管凯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俊男子 但在妮可眼中 她幽默且体贴 从她深情款款的眼神中 不难看出她对妮可的爱意 妮可曾经历过失败的婚姻 痛苦地难以入眠 但凯斯的出现让她重获新生 2008年 两人结婚两年后 妮可终于迎来了 与凯斯的女儿桑迪的诞生 这一刻 她彻底释怀了过去的痛苦 明白了人生中的挫折 不过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虽然跌倒时会感到疼痛 但庆幸的是 我们总能重新站起来 在拥有两个女儿后 妮可真正做到了将过去抛住脑后 曾经的痛苦虽然给她留下了伤痕 但现在的幸福却治愈了她的心灵 尽管曾有人认为妮可再难生育 但爱情的力量让她迎来了大女们 并通过代孕生下了二女们 如今她的婚姻美满 爱情和亲情都如愿以偿 有人曾误解这首歌 是凯斯对阿汤哥的嫉妒 认为她在吃醋妮可曾深爱过汤姆 但真正的爱情并非如此狭隘 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 无论年龄多大 都会在意你的感受 如今 已经60岁的妮可 依然被网友称赞为大妈的年纪 却拥有少女的美感 这足以证明幸福的婚姻 具有治愈一切的力量 阿汤哥曾长时间陪伴在妮可身边 但那种爱似乎只停留在新鲜感的阶段 当两人的观念发生碰撞 妮可成为了被放弃的一方 如今 妮可与凯斯携手 目睹着两个女儿渐渐长大 这份幸福变得越来越真切 自己孕育的孩子 具有延续生命的神奇治愈力量 让妮可再也不会因此感到痛苦和失望 相比之下 阿汤哥的人生显得颇为唏嘘 她经历了三段婚姻 亲生女儿苏瑞都已步入大学 却从未得到过父亲的关爱 如果这就是一个男人的担当 那么妮可当年被离婚 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有人认为 阿汤哥早已被她的信仰所束缚 这也许是 对她人生不负责任的一种失望看法了 阿汤哥早已被她的信仰所 阿汤哥早已被她的信仰所